Hello,我是Calvi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您分享有關於 Snow,雪的相關習語 OK,Snow這個詞大家應該比較熟悉 它是表示雪的意思 我們經常會說下雪天 也就是Snowy day 那有關於它的習語,你都知道嗎? 今天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OK,the first one Snow job Snow是表示雪的意思 Job 是工作 這裡並不是指雪的工作 或者是跟雪有關的工作 它的意思是指華言巧語 或者是某人講了不誠實的話 比如說 I have an uneasy feeling She's giving me a snow job 我有一種不安的感覺 她在向我撒謊 Number two Snowed under 這裡一般會用被動語態 Under是表示在什麼什麼下面的意思 雪下的也就是有一種 壓倒或是壓制的意思 那如果我們說某人 Snowed under 這裡是說某人因爲什麼壓力 或說因爲什麼東西 而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比如說,因為最近壓力很大 所以我感覺喘不過氣來 I were snowed under with pressure I were snowed under with pressure 第三個 Snowed in 這個答案應該很好理解 印表示在什麼什麼裡面 當你處在雪裡面 你沒有辦法前行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你是被困住的 所以這個片語引聲為 被雪困住 比如說 被困了兩天 The snow were so deep that we were snowed in for two days OK,the last one As white as snow Wide是表示白色的意思 As white as snow 也就是像雪一樣的白 這個片語呢 主要是用來形容某人的皮膚 如果你想說某人的皮膚雪白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短語 比如說 Her skin was as white as snow 她的皮膚真的好白喔 OK,除了這四個表達之外 我們要注意的是 Snowed也可以在後面加附屬形式 變成Snowed 注意下這裡 它是指降雪量或者是一場雪的意思 比如說 The first snows of winter 也就是冬天裡的前幾場雪 好的,那麼最後我們來做一下總結 Snowed job 花言巧語 或者是不誠實的話 Snowed under 壓得喘不過氣來 Snowed in 被雪困住 As white as snow 雪白 Snows 是指降雪量或者是一場雪喔 OK,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區補充跟留言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按讚和分享 因為小天使會不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 或是關注我的頻道 這樣才不會錯過之後的任何一切喔 我是Calvin Catch you guys this time 我們下期有空再會囉 Bye Bye 先想做完